一洗花色套裝配上貴氣的珠寶項鍊 面了微笑不發異語走進台北地檢署 他就是偏光板場陳美才的副董事長葉美麗 他因為被檢調查出 疑似在去年讓子公司冒風 和俊宏光電公司進行假交易 借此掏空冒風上議員 涉嫌觸犯證券交易法特別背信罪等罪嫌 經過漏頁問訊 檢方裁定葉美麗 以及疑似和他們進行假交易的 俊宏光電董事長林永任 兩人分別都被預令以500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而葉美麗的女兒郭亞文 以及立委蘇正清的女助理賴力團 同樣遭到約談 訊厚分別以50萬元以及30萬元交保 而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這幾名嫌疑人面對媒體的提問 都相當低調 沒有多做回應 其中葉美麗可以說是證券圈的傳奇人物 因為她一路從證券公司的寫單元 當上營業員後 曾經創下單月千萬業績獎金的紀錄 還因此被封為股世界的四大金差 在證券界刺詐風雲 後來和已故的保來證券集團 董事長白文正結婚風光一時 不過如今卻被檢調查出 一次涉入了牽扯上億元的假交易掏空案 訊厚以500萬元交保 也引起了各界嘩然